为了陪伴曼菲天使成长 以及让曼菲天使的家庭获得更多社会的支持 港湾市社会局就结合国际师子会 共同举办身心障碍 即发展迟缓儿童的日间托育联合毕业典礼 恭喜100位的曼菲天使走过早聊的疗程 准备进入幼儿园或是国小来就读 社会局长谢莉莉特别感谢高雄市信义师子会 连续15年赞助这个活动 他们都是曼菲天使的贵人 并祝福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勇敢的养帆 迎向新的人生里程碑